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 非一般的时代 非一般的崇拜 2020年1月我们开始了一个为期五个星期的广道系列 广道系列的题目是《使命之文》 广道系列的经文是《自由行传》第二章第42节 他们都专注于仕途的教导 彼此的团契、抹饼和祈祷 我们思想的中心是《自由行传》里面的初期教会 这间刚刚出世的宝宝教会拥有五个属天的特质 第一他们专注 第二是教导 第三是团契 第四是抹饼 最后第五是祈祷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中间讲到一半断了 今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之文》的整个拼图 如果你有留意故事的发展 你会知道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拼图 完全是因为仕途彼得在《使命之文》第二章里面讲了那篇圣灵充满的道 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比特施展了他的复活神功 他一下子用一篇道复活了三千人 然而如果你知道比特的复活神功 其实最终是继承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神功 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神功是怎样的神功 我们需要回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可以说是复活神功的灵光初现 我们又回到这个很熟面口又很深奥的故事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 第一个福音故事 这里记续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而是一个精挑细夺的文学作品 他前后呼应 突显基督福音为整个故事的重振 这个福音又是上帝的大能 他可以使黑眼的人看见 可以使心死的人复活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灰改跟从的故事 是一个罪人得救的故事 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们正在走一个错的方向 故事结束的时候 他们回到他们该在的地方 耶路撒冷的地方 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们眼睛迷糊 他们心里迟钝 故事结束的时候 他眼睛明亮 心里火热 这两个门徒之所以可以回转 是因为两样东西 因为上帝话语的宣讲 和满在恩典的抹饼 在二万五诗里 耶稣和他们抹饼 耶稣的道 耶稣的饼 双剑合壁 冲破了黑暗的权势 打断了罪恶的架杀 使这两个人得到释放 得到拯救 于是这两个门徒 带着明亮的眼睛 带着火热的心灵 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里面 他们将加入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 使徒行转第二章第四十二节 他们都持续专注于使徒的教导 彼此的团契 抹饼和祈祷 他们专注于祈祷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我想绝大部分的教会 都有他们的祈祷会 有些教会的祈祷会 是每一周的祈祷会 有些教会比较疏 是每一个月的祈祷会 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可以时光穿梭 回到二千年前的初期教会 回到那里去参加他们每一周 甚至我可以说是每一天的祈祷会 然后再回到我们教会的祈祷会 比较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发现有什么是不一样 我想你留意这里所说的 祷告的祈祷不是普通的祈祷 不是那些随口说的祈祷 不是那些想到什么就说出来 有些人喜欢想到什么就说出来 然后说完出来就说 哎呀 圣灵感动我 其实完全是心理作用 这里说的祈祷不是那些随口说的祈祷 这里说的祈祷是眼睛明亮心里火热的祈祷 是圣灵充满的祈祷 如果你记得比特讲那篇道 他说你们要悔改 相信主耶稣 你可以领受圣灵 于是三千人悔改 领受了圣灵 于是他们现在所专注的祈祷 是圣灵充满的祈祷 如果你回去看原文 他们说 They devoted to the prayer 中文看不到的 你去英文你就看到了 他们在祈祷之前有个定观词 有个definite article 就是说代表这个祈祷不是 随便说一些东西 这个祈祷是某一类的祈祷 是某一类祈祷 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祈祷 是他们专注的祈祷 真正的圣灵祈祷 究竟是怎样的 你有没有想过 真正的圣灵祈祷 是不是说说谎言 哭了哭餐死 趴在那儿 这个圣灵祈祷 不是的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圣灵充满的祈祷 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探索的 究竟圣灵充满的祈祷 是一个怎样的祈祷 我们思想着的是耶稣的门徒 路加所写的事命之文 在新约圣经里面 路加一共写了两冊的书卷 第一个是上冊是路加福音 第二个下冊是少行主 虽然两本书是很不一样 但其实真的是上下冊 其实他写着一本书 有上冊和下冊 在这两冊的书卷里面 都有很多关于 祷告的地方 我将这两冊书卷里面 有关祷告的教导整理 然后我将它总结了 以下的这三点 这三点就是我今天讲到的大纲 第一点 不除己以圣灵祷告 这个可以说的是 整个路加的思想里面 对于祷告教导的终极原则 如果你看完两本书 路加福音和少行主 你说路加究竟我们的祷告 是怎样的话 总结就是这八个字 不除己以圣灵祷告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八个字 你会不会想起一个故事 如果你读过福音书 你应该是很熟的 这个故事是讲的什么 不除己以 是耶稣在赫西玛利园里面的祈祷 如果你回去看那段圣经 你会发现 那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圣灵的 但不要紧 因为耶稣本身 由头到尾都是圣灵充满 于是耶稣的祷告 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祷告 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看的 是叫做路加福音里面的圣灵祷告 在这第二部分里面 我想带大家回去看路加福音里面的 四个祷告 或者四个和祷告有关的故事 在那里你会看到 不单只是普通的祷告 而是圣灵同在的祷告 我们会看到四个故事 在这四个故事里面 有祷告有圣灵 圣灵加祷告 究竟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第三 在第三的部分 我会带你回去看下册 《士道行传》里面 又找到四个故事 在四个故事里面 又有祷告又有圣灵 我们想看这四个故事 问一下这四个故事里面的祷告 究竟是祷告什么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 什么叫做圣灵里面的 祷告 我想先跟大家看第一点 不随己以圣灵的祷告 带大家回去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四十节 耶稣对他们去几个门头说 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 事谈 于是他跪下祷告 父啊 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 而是要承传你的旨意 如果你之前几个礼拜在这里 你知道我曾经叫过大家 千万不要用这个讨告的模式来讨告 我之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我不想大家有机会将自己的自私的意愿 摄入了这个祷告里面 你知道很多人喜欢这样祈祷 主啊 你若愿意求你将 这间学校给我 愿意 不求我的心意 只求你的旨意 而其实你已经是将自己的私欲 你将自己想要的东西 摄入去了 如果你愿意 让这个女孩做我女朋友 如果你愿意 让我这份工作 不过不行 都无所谓的 这个祈祷不是这样用的 如果你记得我曾经说过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从来都没有变过 而耶稣要成就上帝旨意的 心智也都从来没有变过 这两样东西没有变过 不是在那一刻 耶稣突然间猶豫 好不好做上帝的心意 耶稣之所以有这个祈祷 是因为在那一刻 祂知道 祂也很贴近十字架 上帝的心意是祂的十字架 于是 祂开始感觉到 那种无尽的苦楚 因为十字架代表 圣父圣子要被分离 耶稣要为我们承受与上帝的分离 就在那一刻祂极其痛苦 祂作这个苦涵 祂从来没有考虑过 要扭抬 不成就上帝的心意 这个只是一个痛苦的苦涵 耶稣祂祂祈祷 从头到尾都是要承传上帝的旨意 相反和耶稣一起的门徒 这几个门徒 他既不明白上帝的旨意 也都不渴望承传上帝的旨意 于是他们睡着了 他们没有祈祷 这里说 你们要祷告 耶稣叫他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了试探 祷告等于 承传上帝的旨意 这里所谓的试探 就是不追求上帝的旨意 你看到两个 contrast 耶稣祷告 为什么 因为祂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而门徒不讨告 陷入试探 什么是试探 试探就是不追求上帝的旨意 于是耶稣努力讨告 祂揭尽所能追求上帝的旨意 门徒陷入试探 心不在言 没有办法讨告 不追求上帝的旨意 但我们回到老家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的主吐文 主吐文竟说 你们祷告要说 扶下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每日的面包天天刺激 我们就是卸罪的面包 如果你记得 是我自己的翻译 你去回前面 两个礼拜你就知道了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愿你的国降临 这个是整个主吐文的重心 愿你的国降临 接着我们祈求 每日的面包 就是卸罪的面包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求好处 更加不是祷告物质的供应 如果你记得 我曾经说过 这个是完全我们翻错了 日用的饮食 是每日的面包 耶稣叫我们祈求的 是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重要 于是我们吃喝福音 我们每天去领受福音 以致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军粮 目标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处 目标是射罪的面包 每日的面包可以成为我们的军粮 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征兵 于是天国的征兵做什么呢? 成就上帝在地上的旨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谁在地上成就上帝的旨意 天国的军队 上帝使命的子民 最后加了一句 最后加了一句 他说不叫我们陷入士坛 什么是士坛 如果你记得前面 刚刚我们看完的故事 门徒陷入了士坛 就是他们不祈求天国 不祈求上帝的旨意 我觉得这里我要你小心去想一下 陷入士坛不代表你不讨告 陷入士坛可以是说你讨告 但是你不讨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陷入士坛代表了 我们将讨告变成另一样东西 讨告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叫陷入士坛 不追求天国就是陷入士坛 所以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 应用就很厉害了 就是你讨告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你讨告的方向 讨告不单止是 你有没有讨告 讨告是你究竟为什么去讨告 我不知道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读过物理和physics 我不知道你读物理的时候 有没有读过 纯量和向量的分别 纯量叫scaler 向量叫vector 纯量就是速率 speed 向量就是速度 velocity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起初刚刚去讨物理的时候 你觉得velocity 就是speed 不是的 不一样的 一个是数字 说你跑得多么快 你可以去健身上 在tribule上面是这样跑 你说我跑得多么快 你的速率 你的速率 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速度不是这么说 速度是说 不单是一个数字 是数字加方向 不是你跑得多么快的问题 是你跑得多么快 之余你跑去哪个的方向 我告诉你 祈祷 祈祷是vector 祈祷是一个向量 祈祷不是你跑得多么快的问题 那么简单 祈祷是你跑哪个方向 你想过 如果你是一个奥林匹克里面 你跑一个马拉松 你跑得很快 你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个世界纪录可能是两个小时 如果你brick了两个小时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东西 但是你最后过了 那个终点线 那个终点线是错的 因为你跑错了方向 你没有赢到任何东西 你没有赢到任何东西 因为你的方向要正确 不是在两个小时里面 你跑得多么快的 不是有多么快的问题 是方向的问题 有些人以为祈祷越多 就是靠近上帝越近 其实不是的 其实你可以祈祷越多 你距离上帝 越远 当中有些大兄姐妹记得我曾经分享过 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真人真事 就是她跟我分享她妈是多有恩事去祈祷 还有多专注祈祷 我说多专注啊 她说我每一次去考试的时候 我妈叫我打个电话给她 我准备走进去 我摆下电话 我妈就跪在床边为我 直至我考完事出来 打电话给妈妈说 我考完了 于是妈妈就 可以站起来 两三个小时为个儿子 祈祷我说你站什么 其实他拿个A 真的骑他拿个A 然后他跟我做见证 他说我上一次的考试 很难的考试 我全班最后一个人 紧紧拿A那个 Praise the Lord 我说你这个神仙 完全是一个反方向的祈祷 他妈妈祈祷得越多 距离上帝其实就越远 祈祷不是这样的 上帝给我们祈祷 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 祈祷只是可以骑某一些东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只可以骑某一些东西 如果不是叫网球 但我想你没有想过 那些东西是几窄的一件事 其实上帝给祈祷我们 是有特别的心意 祈祷是上帝给我们 很宝贵的礼物 祈祷是上帝大能的宝剑 祈祷是天国的屠龙刀 以天剑 是用来打仗用的 是用来实践天国使命用的 上帝不是给我们祈祷我们回家 切下肉 切下蔬菜 祈祷是最锋利的手术刀 他不可以拿回家 随便拿来切生果 但是很可悲的 今天的教会 拿着祈祷 不断祈祷 又有很多的基督徒 自己乱用祈祷 根本不是上帝 设计 祈祷的用处 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人 在笑教会 教会的祈祷会 好像Organ Concerto 什么叫Organ Concerto 有风琴协奏曲 就是说你去祈祷会 还有音乐 他们在想的不是Organ 而是Organs 是纵造 就是器官的协奏曲 他说你每次去教会 他笑我们在基督徒 教会在祈祷会会骑什么 眼耳口鼻骑完了 A有什么问题 B有什么 全部跟身体的器官有关系 很准成 很微小 全部齐了 但是就是没有人齐天国的来临 没有人齐福音的广传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东西 我想带你现在进去 路加福音和笑话行传去看 究竟路加讲的祈祷是什么祈祷 仕途行传里面的祈祷是什么 我告诉你 和器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先带你进去看路加福音 等一下我告诉我们 路加描写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 很多人是上策的路加福音或者下策的笑容传 他很强调祈祷的重要性 路加写很多关于祈祷的东西 但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很多重要的时刻里面 路加写到祈祷和圣灵有个交接 有个交会短有个交会点 在这个交会点里面 你不单止见到有人在祈祷 你见到圣灵的同在是圣灵的同在 当这两样东西交接的时候 有出了第三样东西 那个方向正如那个山似的 两条路加上去了哪里 天国 原来当圣灵介入祈祷的时候 那个祈祷唯一的方向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天国 天国的来临 所以我想跟你一起去看路加福音 当中有四个交会处 就是圣灵和祈祷的交会处 你会发现全部这四样东西 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 第一个故事我们会看的是 是撒加利亚的祈祷 第二个故事是 虔诚西面的祈祷 第三个故事是 耶稣受公 就是他受洗的时候的祈祷 到加福音第三章 最后一个故事是 耶稣登山变像 Transfiguration里面的祈祷 第一个故事是 耶稣未出世的时候 第二个故事是 耶稣出了世 刚刚出来 第三个故事是 耶稣刚刚开始做事工 第四个故事是 耶稣事工将要进入尾声高潮的时候 你看到 四个故事都是耶稣非常重要的 Critical Juncture 在他的事工 人生里面很重要的阶段 我先看第一个片段 撒加利亚的祈祷 很有意思的一个祈祷 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十三节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 听见了 你想不想做个梦 有人跟你这么说呢 你的祈祷 已经听过 但你要小心 之前说了撒加利亚 这个不是普通人 这个人是专注的 爱上帝的人 他是一个公义的人 所谓的 是他守律法 他是敬畏上主的人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天使说 不要害怕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了 我问你 他的什么祈祷被听了 如果你想过小孩子主义学 你一定会说 哎呀我知道 他们年纪老了 没有BB 他们肯定是求BB 他们肯定是求BB 现在终于上帝要给个BB 他们 对不对 如果你读小孩子的 主义学 一定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告诉你 是完全错的 其实当你仔细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从来 圣经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是求要有个儿子 犹太和他们没有说过 甚至很有可能 特朗萨加利亚和伊利沙特 这两个老人家 他们很知道自己根本不会有小朋友 那你说不骑小朋友骑什么呀 什么都有了 现在就是欠个BB 那不骑什么呢 骑当时犹太人 这是一个祈祷事项 是由旧日一直祈祷去身 《愿你的国降临》 于是在这个时候 天使跟他说 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听了你的祈祷 如果你让我猜 他的祈祷是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上帝怎么回应他 他说 你的妻子伊利沙伯 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做若汉 这个回应不是给你个儿子 因为你很想要个儿子 这个儿子很特别的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上帝给的 所以你不要应用到 我都很想生个儿子 但我都生不出 于是怎样呢 我们求 圣经也是这样说 我听了你的祈祷给你个儿子 不是的 你的儿子会不会是上帝帮你起名的 你的儿子没有可能是四百年来第一个先知 你看到这个故事的分别吗 这个小朋友 不是一个你想要个儿子 上帝给你个儿子玩玩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上帝在回应这个以色列人的呼召 四百年 由马拉基书业揭一揭 去到《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一章 你揭一揭就是一页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四百年 四百年上帝再没有先知 再没有声音跟他们讲直至 约翰的来临 这个是在讲什么 天国的来临 天国派了一个人来 派了一个人 于是他说 你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如果你听我说了 你会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不尋常的句子 什么叫不要害怕 整本圣经里面充满着不要害怕 不是跟你说在coronavirus的时候不要害怕 沙士的时候不要害怕 经济不好的时候不要害怕 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给了他的认许 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我要赐福给你 这个名为大 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如果阿伯拉罕没有子 就不是阿伯拉罕没有子 那么简单 阿伯拉罕没有子 天国不能临到我们的当中 因为天国是要通过阿伯拉罕的后裔来到 于是上帝给了他一句话 不要害怕 约翰的出世 回应了阿伯拉罕的认许 不要害怕 我就快要成就这个认许 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 他的母福女就被圣灵充满 祷告和圣灵的交回住 听不听到 圣灵来到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的人回转归于主 他们的上帝 从哪里回转 从罪恶里面回转 如果你就这样看 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很以为 会不会约翰就是那个认许的君王 甚至你看其他的福音书 你知道有很多法理财人 会问他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君王 约翰说不是 你继续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约翰只是一个先锋 但这个先锋代表着 天国将快来到 耶稣将要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 钉在十字架 为我们完成罪得神明 这个第一个故事 祈祷加圣灵等于天国来临 第二个片段 西面的祷告 耶稣出世了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者 这些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来盼望以色列人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在这里敬虔的盼望 敬虔的祷告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整个故事 因为 其实西面的故事 和另一个故事 叫做女先知阿娜的故事 是一个配的 在那两个故事加起来的时候 一男一女 一个素常盼望 一个禁食祷告 你看到吗 两个都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祈求什么 祈求以色列的安慰者 以色列人需要安慰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 再没有自己的国家 于是他们在等着 上帝的应许关王 上帝的安慰者 但是然而你再看深一点 为什么以色列人 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被老 为什么回归了之后 仍然是被罗马人所统治 是因为罪的缘故 于是上帝说 我要猜派我的君王 他会是你们的安慰者 他会是你们的拯救者 他会将你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这个是天国的利林 世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之前 会看见主所纳的基督 于是他见到耶稣 世面给他们祝福 见到耶稣 Baby Jesus 有对孩子的母亲 马利亚说 这孩子被纳 他要被高纳成为君王 是要叫以色列人的众人跌倒 有许多人兴起 又要成为伟绑的对象 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劲刺头 这个在说君王的道来 在说天国的利林 天国会在什么时候来到 在哪里来到 在你的心被刺头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马利亚说 有一天你会看着你 白头人属黑头人 你会看到你自己的子 被高举在耶稣 十字架上面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为我们坐上他的宝座 在十字架上面 当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跟我们说 Your sins are forgiven 你的罪得到性 在十字架上面 主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 天国降临在我们的地上 你看到吗 这所有的东西是指向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低二个片段 第三个片段 《路加福音》里面 讨告圣灵的片段 《路加福音》里面 讲到耶稣刚刚出来 三十出头的时候 他被高纳 做以色列的拯救者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你记得耶稣受了洗的故事 他正在祷告的时候 其他福音书没有说 耶稣在祷告的 只是说他受洗的 《路加福音》特意告诉他们 耶稣当时在做什么 他在做祷告 天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祷告圣灵 得到什么 于是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爱你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爱的 我很赞你 不是 这句说话 其实是包含了两段 旧约的诗篇 一个诗篇 一个以策下书 两个旧约的语言 如果你之前跟我听 我讲过耶稣的仇势 你知道 这个代表了耶稣 两重的身份 你是我的爱子 你出于诗篇第二篇 耶稣是上帝的君王 我喜爱你是出于 以策下书第四十二章 一直连至到五十三章 受苦的仆人 耶稣有两个身份 他是以色列的君王 然而这个君王 要为着我们的缘故 成为了受苦的仆人 他为着要属我们的罪 祷告加圣灵 上帝的猜猜 猜猜他为我们赏十字架 第四个故事 第四个片段 《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29节 耶稣登山变像 祷告的时候 看不看 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改变了 衣服结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 两个人和耶稣说话 荣光里呈现 谈论耶稣去世 如果一个正确更加准确的翻译是 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 Exodus 出埃及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 耶稣来要成就这件事 成就出埃及 以色列人是怎样出埃及的 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 你有来听我说 抹饼的时候 耶稣 上帝很幽默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用一个颜值 羔羊的颜值 如月节的代罪羔羊 耶稣要成就代罪羔羊的颜言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祈祷 圣灵在哪里 圣灵在后面 第九章第三十四節 说这些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在遮盖着他们 他们一进了云彩就很惧怕 这个云彩如果你看到 旧约圣经里面 在文数记里面 讲到上帝的灵 是通过一个云彩来到当中 于是他们有祈祷 有圣灵 在说的是天国的来临 讲到救恩的成全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一样翻版 耶稣的受洗 诗篇第二篇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篇 耶稣是谁 他是上帝简串的君王 他是为我们 要为我们受苦的仆人 我们看到耶稣的灯山面像 是他最后的加油站 他要冲刺 他要冲上云霄 他要冲上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他成为了受苦的仆人 天国来临 天国在哪里临 在十字架上 来临 当你总括所有的教导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路加福音里面 所有圣灵的祷告 都是指向十字架的 不是我作出来的 是路加在思想 所有的东西 天国的降临 天国降临 在哪里降临 在十字架上降临 在十字架上 最得道赦免 天国临到人间 这个是路加福音 我们现在要进入 仕途行转 当我们去到仕途行转的时候 故事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去到仕途行转的时候 耶稣已经受死 耶稣已经又复活了 所以在仕途行转里面 那个祈祷方向 再不是耶稣 你快点上十字架 因为耶稣已经上过十字架 整个仕途行转的圣灵讨告 是建基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 十字架已经成了 于是现在的讨告方向 不是天国救恩要成全 因为天国救恩已经成全 而是天国的救恩要被广传 你听不听到我来说 我在说什么 在仕途行转里面 所有的the prayer 有个定观词的 那些祈祷是祈祷什么 祈祷天国要被广传 福音要被广传 于是在仕途行转里面 我们又看到四个故事 四个故事有祈祷 圣灵 祈祷着什么 天国 在这个世界上抗展 我要和你看四个故事 第一个是仕途行转第一章里面 等候圣灵的祈祷 第二个故事是仕途行转第四章里面 放胆传道的祈祷 第三个故事是仕途行转里面 第六章 专心传道的祈祷 最后在仕途行转第十三章里面 圣灵差遣的祷告 四个故事里面都有祈祷 有圣灵 圣灵加祈祷 祈祷加圣灵等于为天国的抗张宣扬祈祷 不其其他东西 只其天国的宣扬 我先和你看第一个片段 仕途行转 他们在第一章里面 他们等候圣灵的来临 耶稣将要升天的时候 他们问耶稣 主啊 你现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呢 当时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对天国 仍然是模糊不清 虽然耶稣教了他们四日 他们在想着 仍然是旧时的思想 他们在想着 耶稣你何时带天国来打赢罗马人呢 你何时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呢 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 于是耶稣给了个答案 我相信他们当时也听不明白 耶稣这么说 他说 父的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塞马利亚 直到迪迹 做我的见证 圣灵要来 来干什么 给你能力 给你能力干什么 可以抵得住coronavirus right 不用戴口罩了 当然不是 给你的能力 去到迪迹 做我的见证 那个能力只可以这样用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这样用 于是 去到下一个故事 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 专注的祈祷 看不看到 专注的祈祷是什么 圣灵降临 少行传第一章 第十二节 门徒从哪里活耶路撒冷 上了一个楼房 那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耶稣的母亲弟兄 同心协力的 狠切祷告 狠切的祷告的原文就是 专注祷告 在整个少行村里面 第一次出现 专注祷告在哪里 不是第二章 我们读的那里 是这里 在这里他们专注的祷告 他祷告的是什么 说真的 我估计他们不明白 他们祷告耶稣 叫他们祷告圣灵尼 于是他就祷告圣灵尼 但是他知不知道圣灵尼做什么 我想他不是很清楚 可能他还是很犹豫的 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尼 会给他们的能力作主的见证 直到地极 这是一个影子 因为那些人 不太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 但是他们祷告圣灵 于是在五巡哲的时候 圣灵果然来了 圣灵将复活的生命 带了给三千人 于是 在第二章第四十二字 我们看到这三千人 是专注的祷告 祷告的是什么 我再问你 祷告这里是同样的事情 祈祷圣灵会给我们力量 做些什么 顶住coronavirus 你一这样形容你就短了 给我们能力 叫我们为主作见证 直到地极 所以第一章是一个影子 他们不是很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 去到第二章 实体了 他们知道 圣灵尼 是要我们广道 要我们传福音 要我们将天国传到地极 这是第一个图画 我现在要和你看第二个故事 去到第四章 他们听见 就同心合意 高声向上帝 祷告 外邦 为什么 妖动 万民 为什么 要谋算虚妄的事 地上的君王都 站稳 君臣也聚在一起 是要对抗主的受高者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前面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他们圣灵降临 于是在第二章之后 比特和约翰开始讲道 他们显了一个神迹 通过这个神迹 不断传讲耶稣 然后当时有五千人顺利住 于是 犹太的领袖很不赞他们 捉了他们 说他们不可以这样传福音 但是同时他们很惊讶 那几个没有读过书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 去为耶稣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能力 因为他们有圣灵 于是犹太人的领袖警告他们 不可以 不可以再传福音 如果不是要抓他们 要逼迫他们 于是带我们去到这里 如果你被人捉了去 如果我被人捉了去 那么幸好又放得出来 那你想着怎么样 可不可以快点去移民呢 可不可以暂时避一避风头呢 我们怎么祈祷 真是感谢主 现在可以平安回来了 希望你继续保守公理堂 以后不要被警察来捉 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的祈祷是怎么样 他们的祈祷不是这样 他们的祈祷是 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 只要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接着他们向上帝祈祷 主啊 现在求你监察他们的威吓 使你的仆人放胆传你的道 他们祷告完 最后的地方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传港上帝的道 祷告加圣灵等于全阳主道 你听不看到 祷告 有圣灵同在的祷告 他只求一样东西 让天国被传到地基 他没有求身体平安出入 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上帝保守 最好没有人得到corona 我都希望你没有corona 不过 我们很害怕 我们很想上帝保守 但这个不可以是我们祈祷的方向 我们祈祷的方向是放胆传阳天国 第三个图画 去到第六章 去到第六章 一个和平的阶段 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 饭食事不合宜的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满有圣灵和智慧 我们派他们管理者是 于是我们 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全道的事奉 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 去到少行传第六章的时候 那个隐忧不是一个外来的威胁 而是一个内里面的挑战 当时他们有一帮基督徒 已经聚在一起 当中有些外邦人的人 和犹太人说 发怨言 他说我们在天天公养那些 可能寡父窮人的上面 是忽略了他们 于是 祈祷要做个回应 那个回应就是 他们会不会自己下手去供应那些群苦的人 这是一个完全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们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说我们不可以撇下上帝的道去管 饭食不是饭食不重要 如果不重要 他们就不会选出七个有圣灵 有智慧的人 你明白吗 随便找阿朱阿九去做就行了 他们不是 他们很重视这件事 但他们更重视另一件事 他们必须要去传道 必须要去祷告 这里的祷告 The prayer 又有一个定观词 他不是说 你知道我们最近教会老化得很厉害 很多人进医院 很多人身体不好 所以做牧师 要多些为他们的五官去祈祷 他不是说这件事 他说The prayer 是某一种的祈祷 你猜 The prayer是什么 prayer The prayer 是怎样去祷告全主道 让天国扩张到地的祈祷 对于 说真的 这个礼拜对于我来说 我看这段圣经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做牧师 我们要专注的祈祷 但祈些什么呢 是不是专注的去探访你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祈祷 圣经不是这样教的 他说我们专注的要拜领众人 去做某一类的祈祷 祈祷些什么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话语传遍大地 愿你的福音去到地 这个是我们做牧者的呼召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我们需要专注的讨告 专注的传途 这个传途再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讲一下 做一下Bible study 跟你讲一下道的 这个传途包含了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传福音 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怎样去 不是守住坚公理堂 而是去传阳福音 不是因为我们再守下去 教会老化不行 一定要传阳 不是 而是就算我们教会很年轻 我们都要传阳 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阳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是要福音被广传 我们不可以打防守波 我们不可以在后场猜拳 我们要进取 我们要进攻 我们要为上帝的缘故 打一场漂亮的仗 于是他们 揀选了那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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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上帝的道 轻旺起来 去到一个地步 有许多的祭司听从 信了耶稣 不可思议的东西 祭司是最难信主的人 因为他们的专注 他们的祷告 这些人都信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必须要朝向这个方向 最后一个图画 第四个图画 更厉害 圣灵真的很贪心 在一个地方里去传福音 都不够 你明白吗 当你祷告又有圣灵同在的时候 你在香港传福音都不够 他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在安提阿的教会 还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当中有巴拿巴和素罗 就是保罗 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 禁食包括祈祷 后面有讲他们的祈祷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 他们在骑什么呢 我估他们不是随便骑的 不是教会有祈祷的 因为教会有很多老人家 或者年轻的人找不到工 找不到配偶 找不到身体不好 他不是这样 他们这个禁食祈祷 摆明就是福音去扩展 但他想都想不到 圣灵的出现 要他们扩展是超越安提阿 你明白吗 于是上帝 圣灵点名道姓 不好是不选的 我们教会有几个不太行的 可不可以猜他们去探路先 不行 要把他最好的那两个 巴拿巴和保罗最资深的目者 最有才能的人 那我们教他怎么办 是圣灵的教会 是上帝的教会 于是他们禁食 祷告后 卡巴拿巴和 扫罗按手 愿意猜派他们出去 他们既蒙圣灵 猜遣 到了杀拉米 就在犹太 就是 国会堂里宣讲 上帝的道 保罗去了 你不要问我安提阿 结果我们没有了保罗 但我们感不感谢上帝 保罗去了 当然感谢 如果保罗没有去 他怎样写福音 他怎样写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有一半都是保罗写的 保罗的书信全都在宣教旅程中写的 unbelievable 今天我们要写书 就要做个神学博士 去神学院里面 然后退休半年 在一个很漂亮的酒店 对着个海来写的 保罗所有的书信 是在他宣教旅程写的 感谢主 不要了保罗被猜遣 如果保罗留在安提阿 我们的新约圣经 那一半在哪里 这个是极大的挑战上帝 要猜遣他们去到地极宣扬上帝的道 所以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所有的事从祈祷开始 那祈祷是什么 不是你的五官 不是你的内藏 这个福音一定要被广圈 the prayer 有个叮观词 有个definite article 在那里 是那个祈祷 令到使徒行转里面的教会 成为了上帝使命之民 他们专注于教导 团契抹饼 祈祷 我们祈祷 我们祈祷主的道备广传 我们祈祷上帝国的来临 你们要这样祷告 这个祷告 是work的 这个祷告是必需要的 这个祷告 你和我每天都要祈祷 不过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祷告的祈祷是什么 不要把你自己的东西放进去 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每天的面包 让我们成为天国强健的军队 赐我们的面包 以致我们可以强健 威你的国出一份力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停止五官的祈祷 叫我们专注祈祷天国 我知道我已经够了 我只是想给大家三点 作为今天的总结和应用 我想你用心的记住这三点 我们教会吃粥吃饭 就看这三点了 我们提到什么 从今天开始 不陷试探 切求天国 什么叫陷入试探 我不是说你其他的试探不对 你可以说你工作上面 你个人上面 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试探 是对的 但是这里讲的试探 是祈祷里面的试探 怎样将祈祷 变成了一个追求自己东西的东西 不含试探 切求天国 那为不为自己祈祷 喂 每日面包天国正兵 行不行 刚刚下来讲到之前 有一位姐妹打个话给我 跟我说 林牧师那又不奇得 那又不奇得 那又有什么好奇 我们打开圣经 保罗有很多东西 保罗就挺不得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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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于我们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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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自己身体的东西祈祈 没有祈祈 你是否在信耶稣 你是否在看圣经 这个是代表了我们 很大属灵的问题 你可以为自己祈祈 你必须为自己祈祈 如果你看到某人进了医院 你为他们祈祈 祈祈 不要忘掉我们最终的盼望在哪里 不是身体的复原 是灵魂的得救 每天的面包 天国的征兵 愿我们教会 祈求我们教会 成为专注 The Prayer 记得有个定观词的 专注祈祷 全阳主导 由你自己开始 为我们教会祈 为全香港的教会祈 为全世界的教会 祷告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極 我们今天祈祷 我们天父 我们需要听你的话语 我们需要仔细去听你的话语 我们不可以很随便读你本圣经 随便拿一节圣经 我们喜欢的 然后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 读进去 不行的 主 在路加的两冊 使命之文 的教导里面 我们看到很清楚 他对祈祷的重视 但他更加要我们知道 圣灵同在的圣灵同在的祷告 绝对不是为地上自己的东西祈祷 愿我们为天国 我们祈祷祷 告诉全世界人知 主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 是全地的住宅 帮助我们 愿我们成为祷告的教会 不是为自己祷告 是单为天国祷告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是最后祈祷的重视 是最后祈祷的重视